国际银行又升息25个基点 哪个领域是赢家 哪个领域是输家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最热闹 我是主播婉信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国家银行昨天又在升息25个基点了 不少银行马上也调高贷款利率 很多人自然的就想到银行一定最赚咯 但是金融分析员说这可未必 联昌国际投行分析员点出 本地银行之间的定期存款竞争越来越激烈 放贷成本也跟着增加 这会冲淡升息对银行带来的正面效应 至于输家方面 比较明显的就是因为消费者可支配收入减少 而会减少购买的产业 汽车和消费股 整体而言 分析员认为大选前的不确定因素还是很多 投资者最好继续保持防守的态度 比较值得买入的股项 主要还是银行股和希望明年可以反弹的旅游股 来关注企业业绩的新闻 今年股价表现一直都不太好的明讯Maxime 今天公布了第三季的业绩 表现果然符合股价走势 净利按年减少了3.1% 赚3亿1500万令吉 明讯强调 该公司在各个细分市场是实现增长的 特别是消费者业务和企业业务的表现亮眼 带动了服务营收 按年增加了3.7% 而经历下跌主要是因为被征收33%的繁荣税所致 电信股今年的表现都不太好 繁荣税和5G网络的争议都在冲击着这个领域 明讯股价今年也已经跌了19%这么多 明讯也是唯一还没有签署5G介入协议的主要电信商 不过该公司强调会尽快为客户提供品质最好的5G网络服务 焦点转向国际 美国高通胀逼得美联储暴力升息 制造衰退 看来有点效果了 越来越多科技公司加入了冻结招聘 甚至裁员的行列 其中全球企业市值王 苹果公司也不能幸免 知情人士透露 苹果现在已经暂停了 除了研发部门以外 还有其他很多职位的招聘 就连科技老大都要削减开支 其他小弟的情况就更糟糕了 另一个科技巨头亚马逊同样宣布了暂停扩招 而过去一个星期开始 启动裁员的科技公司更是多不胜数 包括有半导体公司英特尔 网约车公司Lev 加密货币公司Digital Currency 还有电脑硬盘生产商希杰等等 经济复苏 购物广场人流越来越多 以宝花人产托IGB REIT昨天公布的业绩 经历按年大涨116% 赚8300多万 并派发每股2.44仙股息 MIDF研究认为 整体表现符合预期 行家特别点出 按计相比的话 这家产托的盈利是稍微减少的 因为营运开销走高 抵消了租金的提升 不过投资者也不用太担心 毕竟这家产托拥有吉隆坡 Mid Valley和The Gardens 两家非常优质的零售资产 不怕未来租金收入不会继续涨 所以 行家给出了一令吉70%目标价和买入评级 来看第二只股项 马国际船务MISC和其他同行组成的财团 昨天在拿下5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 长期租船合约 信业同行正面看待这项进展 合约没有透露太多详情 行家就以每艘船造价至2亿多美元 合约长15年 每天租金9万美元计算的话 内部回报率可以有9% 这样算下来 可以给MISC带来大概2500万到3000万的盈利 价值相当于每股2000 所以 行家调高了目标价至8令吉04仙 建议买入 下来是一只科技股 Panda腾达科技昨天公布了业绩 营业额创下了新高 盈利也有所增长 但是联昌国际投行研究还是认为 这次的业绩和预期相比还是差了一点 行家认为腾达科技的业绩表现是混合的 汽车领域是现在的市场趋势 汽车自动化 测试装备的销售很好 但是 全球半导体和智能手机需求疲软 相关的销售也受到影响 行家还担心 半导体领域需求继续放缓 所以调低了未来几年的盈利预测 目标价也跟着被砍到三令吉75仙 评级是 守住